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正如孔方所料 横尾扩载搜集太行地区地图 组织测绘小组介入 目标直指虎头山兵工厂 虎头山兵工厂内 特务联连长孔元正带着弟兄们喝酒吃鱼 由于长期待在虎头山 兄弟们戒备换赛 指导员罗友人批评了孔元 孔元不以为意 孔元布置围捕任务 兵工厂厂长谭震唯恐鬼子已经发现工厂 提议将情况上报 但孔元却坚持先伏击后在意 在伏击行动中 虽然最后全揭了鬼子 但特务联一位队员也因此牺牲 测绘小组未能暗示归队 横尾扩更加肯定虎头山有诈 立刻调动侦察机前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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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宝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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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工厂暴露了 这是我的疏忽 更残酷的战斗 就要来了 报告 进来 将军 将军 排除胡同乡的特别小分队 走到中场 已确定八六军的 兵工厂的正确位置 被我们从磁水县城赶出来的 独立团现在在什么位置 台海叫东北县 派第三步兵支队 封锁北县 防止他们增援 是 预定明臣的进攻计划 现在马上启动 我们还没有地形图 将军 是 我要亲自指挥 你现在要进上情况不明 太危险了 等我们关下来 您再去吧 中国人教育我们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是 弟兄们 加码这样啊 保卫一下兵工厂 好 赶紧把工具修起来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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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动员部队受到阻击 正在延怀路口给鬼的激战 咱们过来了 汉部要求 在十九之前 将兵工厂军火 按照原地计划 就地进行隐藏 兵工厂人员 也要按照原先的部署 不准参与到战 孔联长 孔联长 给我们安排任务吧 队长长 你们是工人 是技师 不需要三战 孔联长 这个打齐猎子 怎么还不跟工人和军人 我到山里住房的时候有军令 如果有战斗的话 不允许你们参战 你们是最宝贵的力量 是霸落军的心脏 枪跑没了可以再造 但没有你们 就什么都没有 不是 这个 队长长 你们不参战 但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 说吧 把全部的武器藏好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 枪子 弹药 全部要藏好的话 至少要十二个小时 行 行 你把全联子子弹勾留足了 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再给我留两门炮 我守到明天早上日出 给够你十二个小时 好 工联长 你动保重啊 等等 记住 完事以后 把所有该封的洞口全封死 好 好 我在这里负责弹药 你带的人呢 负责埋藏武器 嗯 这个是埋藏武器个个的点 坑都已经挖好了 把尾章打开就可以了 埋藏武器的药子还记得吧 放心吧 谭长长 拱贯烂熟 都在脑里装着呢 千万不能大意啊 一定要严格地按照 埋藏武器的药子自行 好 我知道了 好 吴达 学武 过来 林学武 你在离山洞最近的地方隐藏起来 做最后一道防信 吴达 想办法徒劳出去 向团队汇报情况 化妆完成任务 活着啊 别死在我前头 不能够 快 小姐 老孟啊 武器弹药藏好以后啊 有个隐信帮我放在这个地方 好的 团长 隐信放在哪里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到时候是我的床 好的 老孟 你给我来一下 老孟啊 你去选一批 素质好 政治条件过得硬的工人 让他们搬着破盖卷 到这个地方来 就让鬼子感觉到这个地方啊 就像我们的宿舍一样 还有 另外那一批外围的工人 把他们安排到隔壁的之前 好的 我终于去办 去吧 你还没想到 你怎么办 什么呀 你又不要 不想到 你还没有 你的宿舍 穿着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过来 你还没有 那你还没有 可以 你还没有 我 还是 你还没 命令部队进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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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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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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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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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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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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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 7 7 8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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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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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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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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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9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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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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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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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 大家好 我叫恒美珀 这里现在由我来接管 兵工厂 谁是负责人 我就是 贵姓 谭 大名 镇 什么 就是你们日本国经常地镇的那个镇 镇 镇 谭先生 我知道贵国是个礼仪之王 但是刚才您的回话好像有诗语一样 什么礼仪 我刚才问贵姓 按照您的礼仪应该回答是 免贵姓谭 我刚才问大名 按照您的礼仪 您应该回答为 不大 名正 谭先生 是这样的 你们跑到别人的国家来 侵略别人 这个就是你们的理数 这是误会 我们考虑的是大东亚共同 你们杀人 放屁 都独去夺取别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你们的共同 谭先生 您不是也在造夺取人性命的东西吗 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了 我们备酒 敌人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拿枪 这个就是我们尊贵的礼仪 谭先生嘴硬啊 非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把酒谈话 但是眼下来 决定局势不是靠嘴 靠食欲 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客气 不吃亏 我们是工人不是军人 你要是讲理数的话 就应该把我们放 你们比军人的还可怕 你们造出来的武器 给我们带来的多大的损失 你知道吗 你们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 我们找人算账的应该是找你 而不是找你的武器 你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 你知道吗 你的理由还说得过去吗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 一次释放的机会 武器 机器 在什么地方 谁先来回答我 我马上释放他 其余的人 我不保他的生命安全 希望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 想通了 通知卫兵 告诉我 你们下次还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谢谢大家 给你帮助 走 我们下期oric 我们下期待 那些东西 退回 我们下期间 有前之文 让我们下而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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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